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仪的一篇散文《爱莲说》。 文章通过对莲花形象、品质的描写,歌颂莲花坚真不屈的性格, 也表现出作者对追逐世俗名利的淡泊和厌恶, 以及作者像莲花一样高洁的人品和洒脱的胸襟。 爱莲说北宋周敦仪 水露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烦, 静桃渊民独爱菊,自礼堂来世人甚爱孤丹。 于独爱莲之初淤泥而不染,灼青莲而不幽。 水中地上各种草木的花,值得爱的有很多。 近代的陶渊民唯独只喜爱菊花。 自唐朝以来,世人大多喜欢牡丹花。 我唯独喜爱莲花,莲从河沟池塘里积存的污泥里生长出来, 却不被污泥所污染。 它经过清水洗涤,却不显得妖艳。 中通外直,不漫不知,相远一清,亭亭尽之,可远观而不可泄完烟。 莲花的枝干内部是贯通的,外部看上去笔直挺立。 它不横生之蔓,也不旁生其他枝干。 它的香气传得越远就越清香。 它洁净高雅的,亭亭玉立在水中。 你可以从远处观赏它,却不能靠近玩弄啊。 亭卫菊花之隐义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连花之君子者也。 亦菊之爱,陶后贤有闻。 莲之爱,同于者何人? 我把菊花称为花中的隐士,牡丹花则是花中的富贵者,而莲花则是花中的君子。 哎,对于菊花的喜爱,自近代桃渊明以后就很少再听到了。 对于莲花的喜爱,同我一样的人还会有谁呢? 至于对牡丹花的喜爱,那喜欢的人当然就众多了。 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 但在作者眼里,莲花静于菊,却又不像菊那样清冷高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赢者。 莲花更不像牡丹那样妖艳,富贵。 莲花出于污浊的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的喜浊,而不妖艳,实为百花中的贤君子。 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 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底座。 作者把莲花的高洁从牡丹的妖艳中反衬出来。 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对牡丹的仰慕者很多,而喜爱莲花的人却很少。 菊花和莲花虽然都不满现实,但菊花采取逃避的态度,而莲花则敢于面对现实,在污浊生活中保持它的高洁情操。 因此,莲花比菊花更嫌可贵。 作者通过菊花、牡丹花、莲花这三种花品行的描写,把牡丹作为反衬,菊花作为陪衬,树立了莲花的美好形象。 亲爱的观众朋友,爱莲说的赏息部分就到此,接下来进入文章的朗读部分。 爱莲说 北宋周敦仪 水露草木之花 可爱者甚反 近陶渊明读爱局 自礼堂来 世人甚爱牡丹 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幽 中通外之 不漫不知 相远亦清 亭亭尽之 可远观 而不可泄完烟 于未居 花之隐异者也 牡丹 牡丹 花之富贵者也 莲 花之君子者也 一 菊之爱 桃后 贤有闻 莲之爱 同余者 何人 牡丹之爱 一呼 众影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关于爱莲说的赏息就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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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t诅